這套陣容真的非常吃運營跟過度 建議新玩家使用前先在一般場多試幾把 新手使用上可能會面臨到以下問題 第一點是前期血量被扣太快 第二點是上巴之後抽不到關鍵卡 第三點是名流格子的站位問題 今天這部影片會一一跟大家解析 在影片開始前,大家可以先開啟字幕,方便觀看 安安大家好,我是東 這套跟保鏢居的過度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也算是保鏢居的進階版 沒有看過上一部教學的小夥伴建議先點右上角的連結觀看 我這邊會比較快一點的敗過 那開局一樣是先找坦裝 前期要贏會非常吃前排的坦度 革新開就一樣好打連勝 約得開就把經濟養好 其他開局也都可以玩 像是鬥士來得多的話 就也可以用鬥士帶坦裝去過度 又或是以我這把來說 前期來的都是護盾大師 剛好也有噴個塔里克 先看好聚光燈是在角落 我們就可以先選擇做個水銀 那二之五升五之後還可以放肥愛去過度 那主要就是靠二星英雄帶裝Carry 再依照他的羈絆去配 因為後期都是會賣掉的 所以就依照每回合給的牌去做搭配就可以了 用最有限的資源去搭配最好的過度陣容 就是前期最重要的課題 那科技的選擇也非常重要 有名流加一之類或是聚光燈相關的 或是選到養精技或保血量的都很關鍵 最後牽扯到開頭提到的第一個問題 如果前期血量掉太快的話 硬升八等去玩這套就會變得很危險 那如果前面運營的不好該怎麼變換呢 這邊最簡單的判斷標準 是四之一盡量要有八十血左右夠扛幾輪 而且陣容要有一定的水準 相較其他玩家不能弱太多 還可以速升八等找牌 如果四之一剩六十血還沒花錢 可能打到四之五莫名就剩二三十滴了 第四章就是這套最弱最危險的階段 那升八的時機點大概是弱在四之二到四之五左右 我個人的標準是升完至少要有三十塊錢花 那升八之後就直接把錢花光找牌 有抓到可以替換的高費卡都可以先留著 看看裝備適不適合去搭配 下面也有適合佔聚光燈角色的大致強度 等等也會分享各個角色的建議出裝 場上打工的二星卡要慢慢的替換 在核心卡沒有二星前 大概率是會比原本的卡還弱的 像是好運姐二星前 還是用Eazerail強一些等等 換陣途中的搭配就是這套最難的部分 通常來說優先替換的都是星數較低的 那這部分每場的狀況都會不太一樣 有遇到想了解怎麼打會更好的情況 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之後有想看的陣容或建議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會在第一則留言放下棋預計做的陣容 一樣會從留言多的優先去做 還請各位多多支持啦 那覺得我教學還行的 別忘了按下喜歡 也請順便分享給需要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不會錯過之後的內容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主C卡的裝備推薦吧 最強的英雄唯一建議凱撒 三件套復活甲防備秒轉仇恨 鬼魂可以增加啟動的速度 大天使是收割之王 配合凱撒的技能效果尾盤清場 那開頭有提到的第二個問題 上八之後抽不到凱撒怎麼辦 原則上這三件套給圖上的英雄都可以去過渡 左側這排的五個英雄 低到二星之後用到結束都不是問題 那菲歐拉是因為4塊錢成型塊 裝備對強度也媲美5塊卡 所以最近比較夯 裝備的話至少一定要有無禁 法爆或巨殺有一件就可以了 如果都是來物攻裝也可以轉靖加好運節 法裝在這套會比較靈活一點 吸血裝對於名流比較沒用 名流三階段的效果就有吸血了 如果有選到天赤恩典這個科技 吸血量也一定夠 這裝備也是盡量湊就好 有時候連勝裝備會不好拿 五之一記得把能給的都給一給 能有兩件正確的就已經很不錯了 通常建議復活甲跟大天使比較重要 通用度比較高 就算凱撒一直不來 給其他人都有不錯的表現 手套多的話可以走無禁法爆流 復活甲配無禁法爆 每個人都可以用 但是法系輸出沒法爆就不要給無禁了 法術不會爆擊的情況無禁也是白給 那接下來就是最後的問題 名流格子的站位解析 以及大後期如何去提升質量 最好的格子是在第三排 比較不容易吃到前排的控制 也不會被機器人拉到 遇到刺客也可以很好的包起來 算是最萬用的位置 大家可以先參考這把決賽圈的範例 前期是超級連勝開局 所以裝備的選擇真的很少 只有一把大劍沒有攻 不過名流的位置好 經濟控穩用質量去做壓制 那這把是有挑戰轉家三星砲鳥 雖然少具象控制力較差 但有多了狙擊補傷害 讓凱撒帶黑蘇打輔助完成吃雞 這邊可以先看一下最基本的擺位 首先是賽恩的站位 盡量讓他第一次技能能控到最多的人 再看主C的聚光燈位置 真的前排一定要放一隻坦去吸收傷害 後期大家都會躲機器人 所以機器人能抓的話就盡量抓吧 塔里克可以裝多的輔助裝 像是伏擊、聖杯、席科之類的 對面有機器人就讓他拉機器人 瑟拉芬被勾到沒放招還是會有差的 拳鬥二星就可以上九、補上貓咪 賈里歐二星前還是用二星布朗姆會更好一些 有名流轉可以捨棄瑟拉芬換真娜 如果主力是養菲歐拉 升九可以再選擇要開傑西綁一隻 還是要換凱撒拉打-C-多的裝 聚光燈如果在第一排會比較差一點 建議是用有位移的英雄去打 不然很容易就直接被秒殺 第二排來說其實就還可以了 前面一定要頂一個坦克坦傷害 第二排吉蘭會快一點 但也比較容易被控制 燈在角落位就要做伏擊防勾 小貓就吸在燈旁邊就對了 除非有我剛剛的特殊案例 否則通常情況還是用雙聚相打控制會最強 這套的變化真的非常非常多 每一場的狀況都會有些許的差異 所以建議要上分先在一般場練幾把 真的熟練基本的運營邏輯 再去做實戰 要判斷第四章的強度 能不能升八還是要先七等小花一點錢 都是需要一定的經驗的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